在超本《红楼梦》中,存在着大量的知焰斋批语,这些批语对我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意图与艺术特点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那么知焰斋是谁?它与作者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 87版《红楼梦》编剧周灵先生为您精彩揭秘,知焰斋之谜。 知焰斋是平点《红楼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楼梦》最早是以超本的形式、传世。 书名叫做《知焰斋重瓶石头记》。 围绕着知焰斋也是重重迷雾。 我们要解读《知焰斋》,知焰斋就成为绕不过去的一个辟解之谜。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知焰斋》这个署名是什么内容? 《知焰斋》。 《知焰斋》从字面上看是一个书斋号。 《知焰斋》为书斋号真是奇怪得很。 那么《知焰斋》看上去好像是专门调烟纸的焰斋。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焰斋呢? 瞧得很,真有一块。 就叫知焰。 而这块知焰,最早它的主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个妓女。 名字叫薛素素。 这个薛素素啊,在万历年间,雁名高致。 他曾经在南京跟很多当时的名士有来往。 这个人呢,是多才多艺。 虽然是个妓女,但很多方面她这个才艺超过了一般人。 比如说,她写诗,她这个诗写得很好。 后来《烈朝诗集》还收录了她的二十首诗。 她自己还有几本诗集,可惜都没传下来。 那么薛素素手里边就有一方纸焰。 这个纸焰有多大呢? 可以握在手里,很小的一块焰台。 这块焰台呢,质量非常好。 这块焰台边上有一行字, 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有密切的关系。 这行字,十个字。 知焰斋,所真知焰, 其永宝。 你看看,知焰斋, 知焰斋重平石头记, 对不对? 就是这个知焰斋了。 知焰斋,所真知焰, 就知焰斋,所珍藏,珍藏的焰台。 其永宝,希望能够永远保存。 这个知焰斋和重平石头记的知焰斋是不是一个人? 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来分析判断, 很可能这个知焰斋就是重平石头记的知焰斋。 为什么呢? 有一个说法, 这个焰斋后来就到了曹银手里, 成为曹家的东西。 是有一个小官为了巴结曹银, 因为曹银很有名, 又是皇帝的亲信, 所以他为了巴结曹银, 就把这颗焰斋给了曹银, 又送给曹银了。 曹银非常喜欢。 曹银的《炼听十二种》里边曾经提到过一块焰台, 是中间有焰织丝, 是不是这块焰台? 不敢肯定。 但这块焰台好像是到过曹家。 如果真的到过曹家, 我们知道, 知焰斋应该是曹家的人。 所以这块焰台后来落到知焰斋手里是完全可能的。 那这个人是谁? 我们待会儿再分析。 他拿到这块焰台, 非常喜欢, 就在焰台的边上刻上了一行字。 然后就用这块知焰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号, 知焰斋。 以后在批书的时候, 就数上知焰斋的名字。 知焰斋, 以其超凡的激情与才质留下了大量的知批。 这些知批为后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关于知焰斋究竟是何人? 目前人们对这个神秘的人物还没有确切的定论, 就连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因此, 要想揭开知焰斋的身世, 我们首先来看看知焰斋对《红楼梦》都做了哪些工作。 也许从这些工作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和认识知焰斋与曹雪芹之间的关系。 那么知焰斋做了哪些事情呢? 第一件事, 知焰斋在书上加了很多评语。 第二件事, 他很有可能是曹雪芹写作班子的成员。 他很可能参与写作。 有一条辟语很奇怪,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我说的是抄本系统。 有一段评语说, 凤姐典戏, 知焰执笔事, 今知者寥寥。 这个话, 初看不通, 为什么呢? 凤姐是《红楼梦》书里的人, 知焰跟《红楼梦》没关系, 她是批书的人。 对不对? 那怎么把他俩扯一块去了? 细细地琢磨一下, 那有人就说了, 这个知焰可能是笔物, 它本来要写宝玉的, 因为宝玉身上有知焰的影子, 宝玉这个形象塑造是以知焰为原型的, 至少知焰是其中的一个原型, 所以他用知焰来代替宝玉, 说凤姐点戏, 凤姐不诗字, 旁边一定有个诗字的人替他点, 这谁呢? 就是贾宝玉。 所以这个地方说, 应该是这样的一顺, 就是说凤姐点戏, 宝玉知彼是, 就这样, 通不通呢? 话是通了, 对不对呢? 不一定对。 你怎么知道这段批语写错了? 怎么知道知焰是笔物? 什么证据? 没有证据。 那么这段话能不能读通呢? 应该是能读通的。 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 凤姐点戏这一段文字是知焰知彼写的, 不是曹玉琳写的, 有没有可能? 完全可能。 你看我们现在看武侠小说, 有些武侠小说不是他本人写的, 古龙的就有大量别人代笔, 这种代笔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很多书里边都能找到这种情况。 那也就是说, 如果知焰真是写了这一段, 那知焰本身也是再少, 文字再少也是作者之一啊, 对不对? 也曾经写过那么一点文字啊, 腌制到别的段落没有他的手笔呢? 不管怎么说, 知焰斋, 他批红楼梦, 他参与一点红楼梦的文字的工作, 他参与一些修改意见, 就是因为他跟曹雨晴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个批书人和以往的所有的批书人都不同, 那所谓以往的批书人都是什么样? 都是谁? 都是什么样的关系跟作者? 比如说张竹坡批金平梅, 比如说金圣炭批水浒, 比如说毛宗刚父子批三国, 那些批者都是读者批, 跟作者毫无关系, 看了书以后, 有感而发, 你也可以批, 我也可以批, 是吧? 把自己的意见批到书上, 就这样的一种批语, 这样的一种性质, 但知焰斋不同, 知焰斋跟作者的关系非同一般, 而且他深知你书底里, 他知道作者要写成什么样的一部书, 他是看过作者的全部最初的书稿, 和整个修改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书稿, 在他的批语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 所以他的批语的价值, 不能和其他批书人的批语的价值等同起来, 他的批语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尤其我们在研究《红楼梦》, 研究曹雪芹的时候, 这些批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实上, 在超本《红楼梦》中, 知焰斋批语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 除了知焰斋批语之外, 还有一些无法判断属名的批语, 特别是在知批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 就是基护搜, 这个批书人的名字, 在后期的古本《红楼梦》中大量出现, 有人说, 基护搜和知焰斋是同一个人, 不同属名, 也有人说, 他们是不同的两个批书人, 那么基护搜到底是谁, 他与知焰斋曹雪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那么知焰斋, 我们看到这个书里边, 有署名的批语, 有没署名的批语, 从署名看呢, 还不止一个人的署名, 有署名知焰斋的, 也有署名基护搜的, 还有署名松斋, 署名梅西, 署名其他的一些名字, 批语, 这些批语我们怎么看? 我们说这些批语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跟知焰斋差不多性质的批语, 另一类是后人家的批语, 但是知焰斋, 几乎守, 松斋, 梅西, 至少这四个人的批语是要高度重视的, 这几个人跟曹一新的关系, 跟作者的关系, 都是很亲近的, 那么这是四个人, 还是一个人, 还是三个人, 还是两个人, 这个还可以再研究, 有一个现象, 那么这里边最重要的, 最多的批语是两个人的, 一个是知焰斋, 一个是基护搜, 那么知焰斋和基护搜有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看一看, 把所有的批语全部抄下来, 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个, 就是凡是知焰斋署名的那些鬼里的批语, 都没有基护所的属, 凡是基护所署名的那些段落里边, 都没有知焰斋的属,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好像是他批了我就不批了, 这个感觉, 还有呢, 从年, 从这个属的这个时间上, 比如凡是属几毛的, 差不多都是知焰斋的, 凡是属人物或者丁汉都有可能是基护所, 可能啊, 所以这个呢也是, 一个人如果属的话, 另外一个人就不属了, 所以有人怀疑基护所和知焰斋实际上是一个人,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是有的, 在不同阶段用不同的笔名, 来加辟语, 这种情况呢, 是可能发生的, 当然没有直接证据, 这也是一个对策, 是一种分析, 那么基护所和知焰斋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在那个纸径本上, 好像有一些给解开了, 就署名基护所的辟语当中, 就写了, 不数年间, 雪芹, 知焰, 松斋诸死, 皆相继别去, 经丁汉下, 仅剩朽雾一枚, 您如同上, 丁汉年的夏天就剩下我自己了, 雪芹, 松斋, 知焰, 都过世了, 这就明显的不是一个人, 但是这个本子又丢了, 这个本子是真的假的, 也不知道, 是吧, 所以又是一团迷雾, 还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简单的结论就是, 知焰斋代表了一组批书人, 而这组批书人跟曹雪芹的关系, 是非常亲近的, 由于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焰斋》的批语, 我们怎么评价的, 那么知焰斋的批语, 我们怎么评价的, 也就是说, 它有多大的作用, 第一个, 它指明了这个书的作者就是曹锦琳, 是吧, 《余谓雪芹传此书》中有传书之意, 批语里边说的, 《雪芹传此书》这五个字, 已经把所有的问题全说清了, 这书就是曹锦琳写的, 类似的批语可以找出一堆来, 有人怀疑曹锦琳的著作权啊, 是吧, 说曹锦琳这个书没署名啊, 只是说, 他在《导红宣》中, 《余谓实在增山五四如何如何》, 对不对, 书是他写的吗, 有人提出这个疑问呢, 这个批语当中就非常明确的说清楚, 这个曹锦琳就是作者, 缺中秋诗似雪芹, 这缺的诗都要让曹锦琳来读, 等着曹锦琳, 人物除夕, 书未成, 秦为内境而始, 说, 你看, 这个还是跟书有关系, 愿造画主再出一琴一指, 是书何信, 你看, 对这个书来讲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 如果再能出一个曹锦琳, 一个直演斋, 鱼二人, 我们两个人以大快随行于九泉义, 我们两个人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这些批语的口气都说, 作者一定是曹锦琳第二, 是吧, 他第一次明确的指出了曹锦琳的逐年, 死在什么时间, 曹锦琳死在什么时候, 争论的很厉害, 很多年没有结果, 其实, 支验斋就写得很清楚了, 人武除夕, 书未成, 秦为内尽而逝,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当然, 有人提出来, 可能不对, 为什么人武除夕, 人武是什么时间, 我们知道, 我们简单说一下, 人武就是人武这一年, 这一年呢, 功力上呢, 整个人武年, 在1762年, 但到除夕, 因为旧历和功历是不一样的嘛, 是吧, 那就已经到了1763年, 除夕就是大年初一的前一天, 还是上一个年份, 是吧, 就是人武除夕, 就是人武年的最后一天, 那有人就说了, 人武年的最后一天, 曹雪芹就去世了, 那为什么, 到了第二年, 到了鬼魏年, 过了一年, 是吧, 到了鬼魏年这一年, 他的好朋友敦敏, 还给他写了一首小诗, 用这首诗, 做邀请函, 上四前三日, 相劳罪必因, 里边有这么两句, 上四是三月初三, 叫上四, 是吧, 上四前三日, 你到我家来, 咱们一块喝酒, 还邀请他来, 这怎么回事, 是吧, 所以, 有人就说, 这一年七十函前还活着, 除夕没错的, 是吧, 除夕一般不会记错, 但人武可能记错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刚过了2007年, 是吧, 有时候写东西的时候, 底下一书, 时间还要写个2007, 是吧, 这个呢, 是个习惯性的一个延迟, 是吧, 这个造成了, 这个人武除夕之物, 应该是鬼魏除夕, 那么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这两说并存, 并存, 那么这样的是说法, 哪一个比较接近事实, 无从判断,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除非有新的证据出来, 我们不能说, 这个人武除夕四个字是超错了的, 你说他超错了, 你有什么证据要拿出来, 这些分析都是允许成立的, 但是这只是分析而已, 它还不是铁证, 你一定要拿出新的证据来, 才能推翻这个人武除夕, 书未成, 勤为内进而逝,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 我们姑且相信, 这个原文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 第三个, 这个批语透露出一些曹家的真实, 这个批语经常为一些情节, 人物, 命运, 为一些活动发感慨, 是吧, 二十年前如何如何, 三十年前如何如何, 屈指三十五年如何如何, 是不是, 于初看不觉怒烟, 我看了这一段我发火了, 这作者写我小时候的事, 是吧, 后来想想呢, 我又不生气了, 他小时候也是这个德性, 是吧, 经常有些这样的感慨, 是吧, 借醒亲事写南巡, 出托作者心中多少一息感激, 借醒亲事写南巡, 原春醒亲的事情, 原来是为了要写, 他这个场面, 为了要反映, 康熙南巡的这个大事, 是吧, 也就是说, 这里边呢, 批语里边的提示, 这个作者是取材于曹家的很多活动, 取材于康熙南巡, 取材于那个时代, 是吧, 透露出这样的一些消息, 第四个, 因为这个批者, 志愿斋看过全部的书, 所以在前边, 曹雪芹写的一些人物啊, 故事的时候, 他就联想起后边书稿的一些情节, 发另外的一些感慨, 可惜, 玉神庙五六稿, 迷失五稿了, 丢了, 看不见了, 后头有一回叫花稀人有始有终, 是吧, 好歹留之舍月, 这句话在后本后文方件, 前面浮现千里, 后边有什么什么样的故事, 说了很多, 是吧, 也就是说, 他透露出已经丢失的后半部书稿的若干情节, 故事人物归宿, 人物归宿, 以及最后的结尾, 比如说, 最后的结尾是锦焕琴榜, 是吧, 这些东西, 那这对我们研究丢失的这一部分书稿, 研究曹雪芹的创作思想, 甚至研究曹雪芹的家世, 研究曹雪芹的生平, 都是有帮助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第五个, 然后再进行这个传统写法打破的研究, 这样的评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 他还说过, 于未学起传此书, 中有传诗之一, 曹雪芹要传他的诗, 他甚至把曹雪芹写书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能够从诗, 画成这个, 他要描写的这个意境, 这些地方他用评语的点出来, 比如说, 江宝玉在一空院里边, 看对面篮子里, 站着一个女孩, 隔着一株海棠花, 隐隐绰绰的看不清楚, 他在旁边加了一个评语, 他说, 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 这就提醒读者, 这个意境, 这个画面, 是从这句诗里边画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批语, 还有这样的一些用途, 这样的一些作用。 推荷人远天涯, 会不会的应该是, 在旁边上是, 他就绝了一颗的声势, 他就绝了一颗语和情理, 那么志愿斋是谁 究竟是谁 志愿斋是谁 从这本书出来 就一直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那志愿斋是谁 有人说志愿斋就是曹锦兴自己 他自己自问自答 自己写的书自己提 这个举了书里边一些例子 后子何不只用西字 这是一句批语 后头孔先生堕累 所以不敢用西字 这两句批语好像是互相一问一答 那么指的是什么事呢 因为曹家自己有个源字是西元 这里边如果直接用了西元这样的字眼的话 恐先生堕累 恐怕会引起批书人的很多感慨 这一种说法 对不对呢 靠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里边大量的批语 非常明显的是另外人的口气 不是作者的口气 而经常针对作者的一些说法 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针对作者的一些说法 加以评论 或者透露这件事背后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真事 是吧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赤燕斋 是曹家的兄弟 那么这种说法呢 也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批语里边有大量的回忆 过去的好多事情的这个内容 而且动不动就说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屈指三十五年 这样的话 显得比曹雪芹年龄还要大 尤其是有一些批语 是吧 是对曹雪芹呢 是一个明显的上对下的口气 是吧 所以不大像他的兄弟 尤其是曹雪芹 有一些事情都不一定经过见过 即使经过见过 也不一定记得很清楚 他的弟弟更记不清楚 当然书里边有一段批语说 雪芹就有风月宝剑一书 原来有一本书叫风月宝剑 其弟唐村为之序 他弟弟唐村给他做的序 是吧 那么既然能做序也能加批语 但是呢 我们看整个的批语看下来 弟弟的口气不是很像 第三个说法 是 实验单是女的 不是男的 甚至很可能是曹雪芹的序贤妻 是他的妻子 是吧 他夫妻俩在做这个事 一个写书一个批书 一个批书 经影不离 一直到曹雪芹死了以后 这个批书人还在批 是吧 魏王人 还在继续的这个加批语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批语当中 大量的口气 是一个男人的口气 不像是女性的口气 例子太多了 咱不能一一列举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曹雪芹的长辈 那么究竟这些说法 哪一种说法 接近准确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人叫玉瑞 就是早窗贤笔的作者 这个玉瑞呢 跟曹雪芹不直接认识 但是他的舅舅们 跟曹雪芹是好朋友 跟曹雪芹非常熟 他从他舅舅那儿 听到了很多 关于曹雪芹 关于《红龙梦》 关于《只眼斋》的消息 是吧 按他的话说 就是文之于前辈 阴气 前辈阴气就是舅舅 他听他舅舅说 他舅舅是谁 他舅舅 都是傅察氏的即位 是吧 傅察明义 傅察明林 明仁 明锐等等 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曹雪芹的好朋友 而这些人当中 像明义 还是最早看过 全本《红龙梦》的 八十回以后部分 没有丢失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 所以你看他说 曹雪芹 其人肃性放达 曹雪芹的性格 这在曹雪芹的其他朋友的文字记载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可以印证 你看他说曹雪芹的长相 他说曹雪芹 高谈扩论起来 唯唯然令人终日不倦 这些特点 他说曹雪芹写《红龙梦》 欲出欲奇 他说他看过早期的石头记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 看到过 圈圈上边有奇书指宴的批语 这是他的 奇书指宴是谁 就是作者的叔叔 之宴 之宴就是之宴斋 也就是说 他是 唯一的一个非常明确的 说出来 这个之宴斋是曹雪芹的叔叔 而且这个人 就是批书的人 在石头记上加批语的人 再明白不过 他有没有可能说错呢 也有可能 因为口耳相传的事情 很可能有出入 但是 其他的所有的说法 连这样的证据也没有 都是推测 都是一些豁然的结论 直接的记载 仅此一条 后来的各种传说 比玉瑞这个距离要远多了 所以在没有其他资料发现的时候 我们宁肯相信玉瑞的话 我们看看这些批语的内容 看看批语的口气 看看批书人的身份 感觉 也大体上相信 这是曹雪芹的长辈 当然 也有人推测 这不一定是他叔叔 也可能是舅舅 舅舅也是长辈 那曹雪芹舅舅谁 曹雪芹舅舅是李家的 是吧 李家的 那么李家呢 他的舅爷叫李旭 是苏州制造 苏州制造李旭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李奈 一个叫李鼎 有人就说 这个李鼎很像 从年龄上 从多才多艺 尤其是喜欢戏曲这方面 都很像执眼斋 但是有什么证据没有 都是推测 所以说他是曹雪芹的兄弟 说他是曹雪芹的妻子 说他是曹雪芹的舅舅 是吧 是说他是曹雪芹本人 这些说法呢 都没有直接证据 只有七书指宴 这几个字 是明明白白的记载 所以很可能 这个知焰斋 就是作者曹雪芹的叔叔 当然如果有新的材料发现 能够推翻玉瑞的话 我们肯定从善如流 要改过来嘛 对不对 当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 不能一说 猜可以猜 但是不能作为结论 尤其是不能作为定论 总而言之 知焰斋 是一个代解之谜 研究知焰斋 是为了解读曹雪芹 而解读曹雪芹 是为了更好的 理解《红楼梦》这部作品 所以我们要下点功夫 把知焰斋搞搞清楚 以这个作为一个前提 再解后边的一个又一个的谜 下一讲 我们就让知焰斋 和我们一起来解一解 道鸿轩著书之谜 好 谢谢 流传了二百多年 由于这部亘古奇书 隐藏着太多的谜团 直到今天 人们还在为之津津乐道 苦苦探寻 关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间和地点 有多种传输 那么 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的本真呢 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灵先生 依据史料解析曹雪芹著书之谜 敬请关注